1950年黄克成将军被派往湖南主政 可当在处理公务时 却发现身边有一人 是他在井冈山的老战友 当审查后 黄克成将军立刻下令审判 那么黄克成将军为何要这样做呢 那位老战友叫彭富 是黄克成将军的朋友 却也是遭人唾弃的背弃者 彭富与黄克成将军都出生于湖南 甚至还在湖南的第三师范大学做过校友 因此二人间的感情很深 便是投身家国这样的大事 也相约一起去做 1925年黄克成将军加入中国共产党 而在次年入党的 则是经过黄克成将军介绍来的彭富 有点奇妙的是 在为我党进行工作中 二人所展现出来的财情 呈现着一武一文的状态 黄克成将军善于领导起义 为我党起义做出了极其显著的贡献 而彭富呢 比起领导战士 他更擅长的是做群众工作 用最为激动人心的言语 去争取到群众的帮助 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 做出巨大的贡献 单从我党的角度来看 那他们二人都是让我党看好的 共产新兴之一 因此我党将黄克成将军 委任成了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而彭富则被委认为了 敏干军区政治部主任 可见对二人之器重 只是在这世界上 总是有人像白尔郎一样 辜负了好意 黄克成将军的朋友 彭富就是此类 红军的主力部队开启了长征之路 而彭富、宋清泉、徐江汉等人 则作为革命有生力量 被留在了敏干军区 而反动派们也正是瞅准了 敏干军区如今的空区 才调集了大量的兵力 发起了猛攻 只是作为领导者的彭富三人 意志与眼界实在浅薄 他们固执的认为 只要准备好充足粮食 再凭借敏干军区的险要地形 定能将反动派的力量 消耗的干干净净 可现实却狠狠的给了三人 一个大嘴巴子 正因为此等顽略的固守 使得敏干军区损失惨重 一度陷入岌岌可危的地步 或许是濒临城下的恐惧逼疯 又或许是彭富等人 本就没有什么脊梁 他们竟然卑躬屈膝的 向反动派开城投降 而彭富甚至还写了一篇 误入歧途与毁祸来归 用于诋毁我党 要知道我党曾被培养彭富 而倾注了太多的资源与时间 可如今呢 一篇真心的对待 换来的却是什么呢 是背叛是诋毁 这要我党怎能不心寒 又怎么能不愤怒啊 因此在长征结束后 我党立即展开了 对这些背叛者的审判工作 但让人意外的是 作为判守的彭富 却迟迟没有落网的消息 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但彭富真的消失了吗 这一答案在1950年时 被黄克诚将军揭晓 1950年 黄克诚将军被我党委派到湖南 去主持党中工作 为了更好地完成组织交代的任务 黄克诚将军在到来之后啊 第一个做的就是去民政厅考察 因为民政厅事关民生 是最能体现当地民生状况的重要机构 只是在视察时 黄克诚将军却看见了一个 最熟悉的人样 这是彭富 黄克诚将军有些警觉 他曾与彭富是至交好友 绝不可能将其认错 为了不打草惊蛇 黄克诚将军在视察完毕后 便离开了民政厅 并立刻向身边的同志吩咐到 秘密抓捕 切勿打草惊蛇啊 当天下午 王蛮工作的彭富正要下班回家 可在民政厅门口 却早早埋伏好了 一众执法人员 或许是自知暴露 彭富立刻朝街头另一端逃离 只是没有击鼓了他 又怎能跑得过执法人员的抓捕 在被抓捕后 那彭富竟还敢狡辩 我清清白白的一个政府之人 你们凭什么抓我 见其拒不承认 黄克诚将军便来到了他面前 笑道 老朋友好久不见啊 彭富心如死灰 但强烈的求生欲望迫使他 还想再挣扎一番 可我党和人民 却是不会再给彭富任何机会 作为背叛者的他 一定要遭受应有的审判 彭富迎来公审 并在人们愤怒的声讨声中 被我党审判 彭富曾是我党优秀的干部 可这却因为那内心的肮脏 成了名叫人唾弃的背叛者 最终被公审审判 也算是罪有应得吧 那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会